FB的函数 放到哪里呢 放到VBA里面 也就这个地方有个计算函数 那函数部分的话呢 我今天是希望怎么样 取用FB函数 然后呢能够帮我计算出结果 并且放在指定的储存格里面的话 用什么方式来做 当然第一个以不外乎input box 第二个不外乎列回圈 再来就是蓝回圈 再来就是输出 指定的储存格 可是哦 之前我们会 比如说我之前 我们之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公式 Ctrl C 有没有 然后直接怎么样 直接Ctrl V 到指定的那个位置 比如说你其他都写好了 再来就是 贴到我们指定的这个 假设我们指定的位置是在 这一个 假设你可以用上面这个 计算把它复制贴过来 加上你的底线函数 其他都一样 假设这一行 这一行拿来改 这一行假设说我今天 放在这一边 然后这个Enter一下 Tab 就是这个后面我习惯是 加上一个双引号 然后里面就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对不对 贴上之后呢 我们之前是如果列的话 试列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 endend 然后中间放个I 这个我想应该前面做蛮多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 它列号是会动态 可是问题来了 一样在这里 卡在哪里呢 卡在这个B 因为呢 你要把这个J 有没有 放到 放到这边来的话 就会出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跟刚刚一样 所以你就这个地方就会卡住了 列OK 但是蓝就不OK了 所以怎么办呢 变成要不就是几个方法 用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什么 我们干脆这个方法如果行不通的话 好 我们先暂时打住了 不过当然有方法可以解决 我们可能就用第二个方法 比如说我直接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 我这个方法行不通 但是我还是要需要 取用到哪 取用什么 取用在Excel里面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FB 那如果说我今天这个函数 我希望能够在VBA里面被使用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好像在很多书里面都有讲到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用什么 用一个叫Application 点Walksheet Function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 其实你们翻一些其他书籍都会提到 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今天要在VBA里面取用Excel的那个方式 的话必须先打上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tion指的就Excel本身 电什么呢 打一个Worksheet Function 所以你不用死倍了 打一个WWorksheet 有没有 你大概打一个WO 往下选就找到了 Worksheet Function 有没有 就在Application里面有Worksheet Function 电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里面看到的就是Excel里面所有的这个函数那其中呢我要找的是FV 有没有发现FV就出来了 那里面你想说老师那有没有VLUCA函数呢 有啊 有没有 那有没有那个 还有什么 HLUCA有没有 有啊 有没有 那有没有Match 也有啊 反正 插入函数里面找得到了 所有函数 这边通通可以取用来使用 可是使用的方法一不一样 他的观念是一样的 可是哦 还是稍有差异哦 所以以后哦 假如说这个地方很关键 就是说 如果人家问你说 Excel里面的函数有没有办法在VBA里面使用 可以 但是 使用的方法哦 有两种 一种是上面的方法 一种是下面的方法 不过哦 上面的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可是它卡在就是蓝的部分 会有问题 那如果是列了 那还OK 之前我们不是用很多 同一列可以这样 同一蓝可以这样 好 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有蓝的话 那我直接怎么样 用那个 这个地方打一个就是 FB 钱瓜弧 那你会发现 它其实也会有参数 这边总共一样 会告诉你有几个参数 1 逗点 2 逗点 3 逗点 4 5 总共五个参数 那这五个参数 要放什么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 也没关系 其实可以参考什么 参考这边 只是说 也是一样 会需要转换 那转换的逻辑 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也就是如果锁单边的话 请你打上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会把公式放这边 这个地方 可能就会参考虑 你会参考虑